在中華市的優勝館裡面的大老市有精采的表演 此外還有一個大尉 無論是市的偉高選黨還是以後金融雜片 和各種的健康提供典應有情務 這場活動是去美兵 迎接客社區跟金融機構 所來舉辦的富製新風潮 健康樂體驗的自在有趣的樂靈生活的活動 那今天特別是有一些失智 失智政治的一些活動 那擺了很多湯位 也看到中華裏還有烏捷裏 這些社區的學員 都展現他們很好的作品 無論是他們也有贊助很多失智的篩檢 那這些都可以事先來預防失智 主辦單位吉米病醫表述說 這條活動特別將台灣的健康生活主願 串聯作為對健康提供 金融安全和專門委員會提供的民眾 和家修提供安全的社區支持環境 今天這個有所謂的金融一條街 有10家銀行來參與 那失智的老人 或者是我們年紀比較高的 容易受騙上當的機率比較高 那我們很高興能夠有金融 友善金融一條街 可以幫忙這些年長的 避免這個遭到欺騙 既華東竟跟對上條條流 透過精準的醫療 實體的方向的檢測 以及AI的地位有這個科技 跟實體優勢的金融 服務來做的結合 民眾可以在健康管理上 跟財務安全上 這條商店保障 那今年最特別的就是我們 在同一個地方 推廣的這個 失智友善的金融一條街 那另外還有我們結合了 一些AI的預防工作 來讓我們的失智的這個 預防工作可以更為落實 更為提早預防 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在很多高中參謀民眾 對這個外國人相當困難 當然同樣不一樣 連市地和市地的健康 照顧和金融風照片的相關地色 可以說是受騙嗎嗎 我們今天請問答應一下 英空彩虹不得